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长年于此 无穷的悬念就藏在她隐秘帝宫的深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考古工作者曾对乾陵木道进行了勘测 发现木门和隧道内全有十条叠气 并用铁锡腰嵌住 再用铁浆灌住在石条与铁锡腰之间 石条的叠气约有三十九层非常牢固 木道口封的是特别的严密 全部是用那种长方形的石条封的 那么有一个大概两吨重量 一层四百多一共有三十九层石条 你要是想进木门的话可以 你先把几千过石条你先拿开 你才能看到门 但是有多少道门才能进入灵寝 谁都不知道 但是乾陵里的陪葬墓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这是乾陵的十七座陪葬墓之一 永泰公主墓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永泰公主墓被发掘 当考古工作者进入永泰公主墓 发现墓室斜斜上方有一个从地面直通墓室的道洞 在道洞的下面还有一具骷髅 骷髅的手上紧握着一把斧头 他很可能是一个盗墓贼 临死前似乎还在和绝情的同伙做最后的拼搏 在2005年第五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 刊登了一篇题为 乾陵天下第一陵 打开石破天佑金的文章 主张发掘位于陕西省前线的一座唐代地陵 一时间争论四起 许多考古专家针对这个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观点针锋相对 使得这座特殊的皇陵的命运备受瞩目 这座皇陵叫乾陵 位于西安市西北75公里的梁山上 连绵起伏的三座山峰远远望去 宛如一个仰面而卧的妇人 这座陵墓之所以特殊 是因为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和她的丈夫 唐高宗李志一同埋葬在这里 这个里面应该说在古今中外都是特别特殊的 只有这么一个 因为是两朝皇帝一对夫妻 葬到一起 公元618年 唐王朝建立定都长安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帝国的统治权也成为权力漩涡中所有人的梦想 唐高宗李志是唐朝的第三个皇帝 他的性格仁慈而懦弱 李志很信任自己能干的妻子武则天 把很多政务交给他处理 就这样 政权逐渐被皇后武则天掌握 公元683年 唐高宗病死 次年葬入乾陵 乾陵依梁山的自然山势 将山头作为陵种 在山腰处造出石洞 修建玄宫 唐高宗下葬时 乾陵还只是初具规模 真正促使他建成的是武则天 唐高宗死后 武则天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后来他干脆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 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凡是开国的这些皇帝都是很了不起的 能把这种皇帝伺候好的人 他所积累的经验 他既积累了唐太宗那种所谓的强势的经验 也积累了唐高宗是智世时的经验 守国时的经验 因此他应该积累两代皇帝的经验 因此他在他当政时期 应该说对整个社会来说做得还是不错的 当武则天忙于宫廷斗争和国家大事时 始终牵挂着乾陵 既然在生时获得了一般女人难以企及的权力 那么在百年之后 安息之所也要与众不同 在武则天的主持下 乾陵的修建工程一直继续 工程艰巨而浩大 前后长达二十八年之久才搞竣工 终于造就了一座空前的皇家陵寝 这是一座气势辉煌的陵墓 以司马道为中轴 四周环绕着两座 好 好 好 古人的灵墓就是修灵墓 要仿造什么修呢 仿造在都城去修 因为他在另个世界还继续过在皇帝生活 因此呢 就唐代灵墓呢 应该就历代灵墓的 那些人在这边 这边有绝对那边 在我画半年 再去学校 是 我看你 那边的 那边的 你 这边的 那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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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建筑之雄伟 堪称历代皇陵之冠 唐代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鼎盛王朝 汉唐时期是鼎盛时期 唐代又是鼎盛时期的鼎盛 就是黄金时期 它在黄金时期意味着一个国力强盛 历经千年的沧桑之后 今天的乾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当年地面上曾经建有很多建筑 如今荡然无存 但是陵墓曾有的气势 并没有因此而减损 两面的山峰形成一道自然的大门 宽阔的司马道直通地宫墓门 长约四公里 两旁排列着巨大的食客群 由动物和人像 同称为石像生 在陵墓前安放石像生的做法 开创于唐朝 在唐朝第二个皇帝唐太宗的陵墓 昭陵 有文明世界的精美时刻 昭陵六郡 昭陵六郡刻画的是 跟随唐太宗征战南北的六匹战马 向后人招告着唐太宗的战功 但是前陵不是这样 前陵十队十人 两边那都是二十个 十人完了五队藏马 各五个十个 藏马就是仪藏用的马 再往南走 拖鸟 再一个是花鸟 这一套 石头雕刻的鸵鸟姿态十分活泼 鸵鸟是来自非洲的西韩动物 史记记载 唐高宗在位的时候 中亚地区的土火罗国 曾经派遣特使献鸵鸟 克食鸵鸟于陵墓前 就是为了纪念这桩盛事 当时唐朝之所以能够将自己的势力 扩展到中亚地区 与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是分不开的 而在当时的军队中 战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昭陵前的六匹骏马时刻之外 在前陵也有着这种长着翅膀的飞马 这是古代传说中一种象征吉祥的动物 它们昂首秃目 双翼雕刻成优美的卷云纹 四提登地坚实有力 喜炼而有力的刀法 使马的神态英字焕发 潇洒自如 有些东西有吉祥意义 比如天马 比如托鸟 还有吉祥意义 既有显示它这个国家 我这个大唐帝国 不是光说我在东亚地区的 我这个说影响 说肤色的影响 说吸收的东西 那是在它来说是天下的 我想主要体现这概念 不然它不会把这东西搁到陵墓上去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长年于刺 无穷的悬念 就藏在它隐秘地宫的深处 在乾陵所有石像声中 气势最磅礴的 还是司马道两侧保留的这十对石人像 传说这些石人像的原形叫翁仲 翁仲为秦朝大将 曾经大胜北方的匈奴 他死后 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 为他著同为相 置于自己的皇宫门外 以后帝王纷纷放肖 相言成戏 最为精妙的是 这些侍卫将军被雕刻大师赋予了不同的个性神态 有的重媒若有所思 有的庄重严肃 气欲轩昂 有的神态虔诚 小心谨慎 有的面带忧虑 心情略显悲伤 有的精神愉快 嘴角挂着悲笑 与将军像相对的还有这些石狮子 他们使整个邻居蒙上一层神圣不可侵犯的气势 一千多年来 他们默默助力 在历史的刀光剑谱中 窥然屹立 这套组合应该奠定了以后 从唐代一直到清代 就是所谓神道王的时刻 这套制度是从武则天内是确立的 前陵对中国皇陵制度的影响 一直持续到公元19世纪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清朝 特别是在神道两边摆放石像生的形式 成为中国古代皇陵的标志之一 而这种方式 确实能营造出肃穆和庄严的气氛 我们无法得知这一创造是否源自武则天本人 但乾陵的墓葬形式 确实表现了女皇帝独特的气魄 武则天作为唐朝的实际统治者 在几十年的统治历程中功绩卓著 正使他奠定了唐王朝走向兴盛的基础 在武则天时代 唐朝不仅扩大了疆土 而且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外部世界 形成了中外交流的空前盛况 乾陵保留下来的很多文物都记录了这段盛世景象 在司马道北端 坐落着与真人一般大小的六十一个石人像 分东西四行站立 这些石人多数身穿武士袍 和唐代一般官宦的打扮很不一样 而从这尊残留着头部的石像来看 它的圆形原本是个大胡子 头发在脑后梳成辫子 这肯定不是唐人的形象 那么这些石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那咱们呢 就是当时参加他的藏仪的 六十一个国家的 或者加六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或者当时国家元首 或者元首派的特使 就是他后头又刻着名字了 某国某国某国 他们在乾陵前恭敬着战力 双族并立 两手前恭 表现出对唐朝皇帝的尊敬 与仰慕之情 他这个时期国力的兴盛 表现在既是国内经济 也表现在对外关系 那么多国家都参加他的葬礼 这不是一般的事了 就跟现在一样 一个很弱的国家 你要干什么 谁来呀 你没得号召力 这幅从乾陵陪葬墓中发现的笔画 更加生动地描绘出 当时国际交流的状况 画面上三名唐朝外交官员 正在商谈接待事宜 另外三位服装各异的外国使节 站在一旁 耐心地等候 夜见唐朝的太子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一幅 太平盛世的景象 即便如此 在那个以男子为中心的时代 武则天的行为还是备受质疑 武则天自己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 公元705年 武则天在临终前 还位给了自己的儿子 唐忠宗李显 李显并没有把母亲当作一个篡围者 而是下令重启乾陵玄宫隧道 将他以皇后的身份入葬乾陵 在乾陵耸立着这样一块巨大的石碑 是纪念武则天的功绩的 但是这块石碑上一片空白 没有一个字 据说武则天临终前 要求死后为自己立一块无字碑 拒绝对自己的一生做出评论 直到今天 这块无字碑依然默默出力 铭记着那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和那个色彩斑斓的时代 同样沉默的是隐藏在乾陵地宫里 无尽的秘密 武则天死后200年 公元907年 唐朝灭亡 中国陷入军阁割据的混乱状态 一个叫温涛的军阀手里 握着唐代陵墓的图纸 于是包括昭陵在内的十多座唐陵 尽遭浩劫 可唯独乾陵的帝宫 没有被盗走 这是为什么呢 相传 当温涛和他的部队 企图开掘潜陵时 朗朗的晴天突然间狂风咒语 电闪雷鸣 温涛恐惧不已 黄忙停止挖掘 带兵撤退 这个修理比较牢固 在家的时间也不好 正好赶到七月份 雷雨交加 环境也不好 还有呢 他觉得一直打不开 觉得武则天真名称也不好 是不是天宫 他也不吉利 就不倒了 结果保留下来了 乾陵幸运地逃过了这次浩劫 更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 在往后的一千多年里 很多盗墓贼企图盗挖潜陵 但是都没有成功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长年于此 无穷的悬念 就藏在她隐秘帝宫的深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考古工作者曾对乾陵木道进行了勘测 发现木门和隧道内全有十条叠气 并用铁锡腰嵌住 再用铁浆灌住在石条与铁锡腰之间 石条的叠气约有三十九层 非常牢固 木道口封的是特别的严密 全部是用那种长方形的石条封的 那么有一个大概两吨重量 一层四百多 一共有三十九层石条 你要是想进木门的话可以 你先把几千过石条你先拿开 你才能看到门 但是有多少道门才能进入灵寝 谁都不知道 但是乾陵里的陪葬墓 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这是乾陵的十七座陪葬墓之一 永泰公主墓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永泰公主墓被发掘 当考古工作者进入永泰公主墓 发现墓室斜上方 有一个从地面直通墓室的道洞 在道洞的下面还有一具骷髅 骷髅的手上紧握着一把斧头 他很可能是一个盗墓贼 临死前似乎还在和绝情的同伙 做最后的拼搏 为什么呢 他吓起人不能倒下去 得有人接东西 有人往外往下去拿 有人得上这接 接差不多了 一先堵下去 把那人埋里头了 独吞了自己 人在财责问题上 尽管他可以结伙经盗墓 什么承诺都可以说 什么事都可以发 因此对盗墓的人来 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 他真是没什么可信的 你信什么 你说一块到的 那个到第一线去了 这个看东西上来了 把它都把它买里了 因此后来说盗墓怎么到话呢 父子盗墓 不兄弟盗墓 兄弟都怕 兄弟要分家的 父子准不会 儿子把父亲买里头 父亲把儿子买里头 这个盖子上面呢 有九个专题大字 分别是 大唐故 永泰公主之名 在底下这块青石上面呢 就详细地记载了 有关永泰公主的生平 按照史料里边记载 虽然遭受过盗墓的毁坏 但永泰公主墓中 还是得以保存了一些文物 在狭窄的羽道两旁 洞墙内有六个小栈 里面放着彩绘陶泳 骑马泳和三彩马等随造品 造型逼真 工艺精湛 更让人惊喜的遗存文物 在墓室的墙壁上 这里会有一幅精美的壁画 堪称绝妙的艺术品 通过这幅壁画 我们或许能够领略到 当年唐代宫廷生活的原貌 特别是唐代女子的风采 图中宫女们各个丰满性感 留着特别的八字眉 竖着各式各样的发际 人物比例匀称 固盼如生 特别是这位端碑宫女 虽然地位不高 但容貌出众 气质优雅 所有人第一眼 都会被她的美丽所折服 美学家称她为 东方第一美女 永泰公主很可能 也是这样一位美丽的公主 她是武则天的孙女 唐中宗李显的第七个女儿 叫李先慧 李先慧死于公元701年 十年仅仅17岁 是什么缘故 让这样的一位少女妖王呢 在永泰公主的墓制名上 记载有 猪胎毁月的字样 意思是 她死于难产 1960年挖掘时 考古队曾发现了 永泰公主的盆骨碎片 进行复原后 发现永泰公主的骨盆 比正常妇女偏小 生育时容易难缠 可是更为普遍的看法是 她被自己的父亲 唐中宗李显处死 有人说 她怀小孩了以后 是不是死于难产 实际不是 我想 是政治原因 就是她议论谁 议论武则天 私生活还是议论什么 据说 武则天登基后 私生活不太简点 有一次 永泰公主 和自己的哥哥 李重润 以及丈夫在一起 说了些不满的话 武则天文说后 盛怒之下 逼着李显 将参与议论的人 全部杀死 四年之后 李显复位登基 四年前 爱子爱女惨死的一幕 对李显来说 是刻骨铭心的伤痛 于是 他追封李重润为 宜德太子 追封李慧先为 永泰公主 并隆重地 将他们的尸骨 放入乾陵埋葬 李显特意提高了 宜德太子墓的规格 使他在死后 获得了帝王的等级 我想他埋在那里 主要原因 就是实际上搞翻案 宜德太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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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画上的人物体态矫健 马匹奋提及持 散发着一种雄剑的气息 除了马球 打猎也是当时贵族休闲的重要活动 唐代贵族热衷于寻养猎豹 可见在那个时代 中国人十分崇尚健美的体型和强悍的气质 不过在这些壁画中 我们丝毫看不到墓主人真实的故事 张怀太子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 唐忠宗李显的哥哥 曾被立为太子 但是因为反对武则天而被贬为平民 后来又被武则天逼着自杀 死时年仅31岁 唐忠宗李显复位后 也没有忘记把可怜的哥哥 接到乾陵安葬 生前因为争权独立 而反目成仇的亲人 死后又被埋葬在一起 这似乎是一种讽刺 我们无法揣测 当年武则天下令杀死自己的儿子 孙子和孙女时 是什么样的心态 他有没有过一丝懊悔呢 武则天身上表现出来的复杂的人性 使得人们对乾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几座陪葬墓的发掘 更引发了人们对神秘地宫的相望 乾陵地面的恢弘气势 压倒了与他同时代的所有陵墓 与之相配的地宫 无疑也有着非同一般的规模 考古工作者通过局部探测 了解到了更多关于乾陵地宫的情况 他有一个木道 木道天井 天井这多少是反应级别的高地 天井是什么 天井就是院子 咱就叫深宅大院嘛 人家就 你比如说大户人家 就是越是大户人家 院子越深 一层一层的 木道里的天井 事实上是在挖掘墓室时 用来运土的通道 所以墓室越大 所需要的出口就越多 天井也就越多 那么安放帝王观国的墓室 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天原地方 后世里头有天象图 上着有月亮 太阳 还包括其他星星 这从汉代都有 它上来做成圆的 不正好像天 再画上天象图更像天 跌方 天原地方 方的里头再搁上什么 可能主要这种语义我想 顶着圆的是拱形的 尤其掏下去的 拱形的抗压能力 比较好 宫顶的下面 是象征厅堂的前室 摆放着皇帝生前的日用品 地宫后室设有石床 上面放着两具棺棺 左边躺着唐高宗 右边躺着武则天 据考证 潜陵地宫的空间 约为5000立方米 按锡四分之一的比例 来计算陪葬品 那么陪葬品的体积 也在1200立方米左右 文物则最少有800吨 这些文物会是什么样的呢 在陕西曾经发掘过一座唐代的皇家寺院 法门寺的地宫 出土了大量的唐朝皇室物品 特别是其中的金银器 华美典雅 令人眼花缭乱 法门寺地宫中 还出土了一件武则天的绣裙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武则天的遗物 而在神秘的乾陵地宫中 一定保存着更多炫目的皇家器物和武则天的遗物 这让人们对乾陵地宫产生了巨大的探寻热情 是否发掘乾陵 一度成为考古学界争论的一大热点 但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 贸然发掘乾陵 能不能对地下的文物有效地实行保护 还是一个疑问 对科学技术而言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 我们所能做的太少 不能做的太多 要有这么个基本科学古迹 我觉得你就应该不要挖它 学者们相信这座陵墓所蕴藏的秘密 会与武则天传奇的命运一样 惊世骇俗 至于将来还有没有可能目睹武则天的真容 还有多少出人意料地发现 这些悬念将长期困扰着世人 谜底的真正揭开 上代来日 Achoek 比较恐查 思艺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